七二一大選前要先登場的是 民進黨黨主席選舉 最近蔡英文動作頻頻 被外界解讀是為黨主席選戰暖身 被開玩笑叫蔡董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淡淡一笑 一如往常冷靜 但看到自己催生的想想論壇 文章集結成書 人演不出開心 2012總統選戰失利 蔡英文成立基金會 辦想想論壇 討論公共議題 也傾聽各界聲音 但也被解讀 在失去黨主席舞台後 維持影響力的途徑 但這些資產是不是協助你展望 2016的也還滿重要的關鍵 這個 我們當初發想是在2012年發想 那時候在剛選完 沒有人會想到2016 兩岸的政策 其實它是一個 滿敏感的地帶 而且牽涉到的 也是非常多元的意見 有些事情是適合辯論 有些事情它是不適合辯論 民進黨5月將改選黨主席 要不要參選時間沒到 蔡英文始終沒鬆口 但重大議題一直沒缺席 不論是批評黨內對中政策 還是釋出辯論意願 加上想想論壇 陳國斬都凸顯小贏陣營 似乎已就戰鬥位置 為選戰加溫 油田TV友教委柯章 台北報導 請教委員會說 請教委